我们知道研发疫苗要比研发常规药物要求更高 质量标准更严格 一般而言一种疫苗的研发到上市至少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从2020年的1月份开始 这个状态其实一直都保持的是一个时刻待命的紧张的状态 今天下午是给医务人员接种 我是酒店工作人员 做餐饮的 挺好的 也不痛 孩子们打了以后说没事 挺好的 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中国有那么好的控制这个疫情的经验 那中国的疫苗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 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 也是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发展中国家的新冠疫苗 中文字幕制作者 李宗盛 当多印 opaque 中文字幕制作者 李宗盛 解 diyor的 新冠疫苗军 中文字幕制作者 李宗盛 札砰在深arta主يع地使国 突发的一波新的疫情 或者是一个新的变异株的出现 它都会牵动所有人的心 然后去关注我们现行的疫苗防空策略 过去中国全年疫苗的生产量 是差不多几亿级 然后呢其实随着这个研究的开展 和疫情的这个逐渐的发展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一个 24小时连周转的一个状态 那目前呢我们其实统计来看 可以这个供应到30到40亿剂 所以在第三针的这个供应上 我们一定也是能保障的 我们用奥米克隆株研发 新一代的套奥米克隆株的灭活疫苗 作为未来的加强针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一个危险 我们就是灭活疫苗研发 同时呢我们重铺蛋株呢 也提供了奥米克隆株 那么基因和谷的这个设计 实际上每一次的一个新的变异株出现 我们都做了疫苗了 从β、γ、δ、然后到现在的HOMPR 这个是足以支持我们快速的 进行疫苗切换的 我刚打了Sinovac疫苗 我感觉很奥 接着到这个11月底吧 其实科兴总共对全球供应了超过23亿斤疫苗 全球应该有将近20亿斤的接种量 是来自于科兴的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 在全球1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注册上市和批准使用 当出现新的变异株的时候 我们可以快速的在很短的时间内 完成早期的毒种筛选 工艺适应性的评价 以及大规模的批量生产 这个是在我们过去一年当中 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中国生物在加速其他技术路线疫苗的研发 在新冠灭活疫苗上 我们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现在我们正在为了从1到n的目标而努力